前两天,阿奇一面沉重地跟我说 家风,我好像这些 当时我的嘴角不受控制地上扬 比AK47更难压押 但出于对阿奇的尊重以及同情 我尽全力压制自己 让自己尽量看起身 不要笑得太明显 起码我自己是这样觉得的 然后我就扮出 好恨铁不成钢地跟阿奇说 早就叫你减肥了 是,不听 出事了,这些了 怎么算了,你说 哎,我不知道怎么帮你 喂,阿奇这些 不是你想过那只ED 是电子ED 哎,听到这里我真的很失望 我只能跟他说 你有没有查清楚 只是电子吗 阿奇坚持说自己只是电子 已经试过很多次 都是不行的 首先跟大家解释一下 什么叫电子ED 就是自己买了很多游戏 什么牙耳灯发环 赤狼 饿龙 心发危机4重制版 最终幻想16等等等等 结果是一个都没玩 所有游戏 由出预告片的时候开始关注 一直到正式上线 可以买了 全程都保持兴奋 然后在支付成功的那个瞬间 好累 感觉身体已经被掏空 喂,我明天还有东西 下次再玩吧 明知道自己是何何 都是心有余力不足的了 但是看到有游戏打折 买 什么话 整个系列打包子数167 买 什么话 一个我很想玩的游戏 另外一个我绝对不会玩的游戏 一起打7折 买 现在打开游戏 几十个游戏 躺在这里 一个都没安装到 电子ED 据阿琪所说的办公室里面有几位男子已经开始出现这种症状 还有人传人的倾向 我不理解 但是大受震撼 你们家兴是捐钱给游戏公司吗? 为什么这么麻烦 今时今日还哪有正经人这么多时间坐在电脑前面打机呢? 除了上班的时候 什么玩? 同财务说明天公司所有电脑内存换成两株 显卡都抽了 不用显卡都有显示的 你不知道吗? 现在手游时代了 玩手游吧 又方便 又方便 甚至有些游戏 制作精良 玩面精美 剧情精彩 所以我就跟阿琪说 你试试玩手游嘛 你不是说要入坑元神的吗? 玻璃好象特地买一部iPad mini来玩的 现在玩成什么? 很久没登过游戏了 这么快气坑? 你抽够四神队了吗? 你拆齐姓为物了吗? 你抽到专母了吗? 你不会连山河地图都没探索完吧? 啊啊啊 你这么熟吗? 不知为什么 现在就是没动力去玩 出新角色了 就想去抽一发 抽不到 然后就不想玩了 不是啊 你的iPad mini好像是分歧的 都没攻完你就气坑了吗? 就是啊 越想越不甘心啊 那你都这些了 就想什么都不甘心的 不过我又觉得 打少一些机也好 有多的时间 就留在公司写稿 阿奇没理到我 他自顾自地 继续说他的这些有多严重 是严重到 不单止对游戏不行 对很多其他东西都不行 好话来的 不是说笑 我已经很久没完整地看过一部 我看不完是很正常的 电视剧 好像上一年那部开端 剧情又销路 密密又好看 我明明好想追 但是又懒得追 结果都是没追到 都正常的 过了这么久 都没人跟你讨论了 当然没动力追 最近那部长风度 个个个都说白竞亭和送铁真人cp 好科好多 但是我追了几集之后 现在又懒得追 你其实是看不下电视剧 还是看不下白竞亭 你不要胡说 他毁斑我 他毁斑我 其实电视剧这些都正常的 因为战线拉得太长 动的就四五十集 不断的都要追他过来两个月 确实累 所以我建议阿奇 既然看不下电视剧 就看电影 看多些电影 是不是找到多些灵感 就可以想到选题 那就有多些剧本 阿奇没理我 又继续自顾自地说他这些多严重 那你看电影吧 看什么电影才行 经典电影 不多经典电影 看你退休就可以了 是 经典电影是很多 但我临睡之前 没可能看《教父三部曲》 哪有时间 更加没可能看《萧生克》的旧属 万一发梦和萧生克一起爬市渠怎么办 有没有一种可能 《萧生克》旧属 男主角的名字 不是叫萧生克 那叫什么 又衰 讲了一大堆 总之就是 太正经的电影不想看 太沉重的电影不想看 恐怖的电影不敢看 搞笑的电影想看 但是看过不想看 没错 《萧生克》的电影 就算看过多少次都可以再看 经典名流传 但问题是 阿奇说《萧生克》的电影 他已经看得懂 我认识了 不厉害吗 你全港都随便拿过 拿出来谁不认识 他说对了 那还有什么好看 看来干什么 巩固知识 无奈之下 只能去抖音导找几个电影博主 看看他有什么推介 终于找到一部 觉得不错 打开视频APP一手 要VIP 那就可以了 最后还是决定看星爺 找我没那么熟 查楼宝决一下 就决定是你了 会找的 哇 多人不行 太恐怖了 就决定是你了 一本漫画闯天涯 阿奇现在的电子ED 已经移入高方的程度了 他现在连抖音都没有动力 这么短平泰的项目 你都坚持不了吗 那你人生还有什么乐趣 对了 没乐趣 他还未射在抖音的唯一原因 就是为了帮月之一热点赞 真的很感动 就算ED 都还深怀公私 他是一个有情有意的ED 说真的 大家都滴了这么多年抖音了 其实应该都感觉到 自己的讯息简房 是起好了 现在打开的抖音 滴来滴去都是 王者 元神 洗地煎 收马提 断刀大菜 再不是就奥德彪送香蕉 他可不可以不要只送香蕉呢 在那儿厌晒 送高难度嘛 种榴莲帽吗 非洲种得到榴莲的吗 非洲种不到榴莲的吗 相信不少的朋友 都和阿奇一样 有点点 电子ED 觉得一切的电子娱乐 已经娱乐不了自己 那就当然了 因为最高级的娱乐 其实就是社交 你觉得打机没意思 你试试和一群朋友开黑舞台 有人carry 哇好凶啊 不过是瘦狗领第一扬展 这狗是特别厉害的人 有人欺负 你不是瘦狗领第一女报吗 零降八的 又这么有趣的啊 哇 哇 哇 有些人 全身都是淋的 只剩一嘴 硬到不得了 输赢嘛 没什么所谓 纯粹是想挂嘴人 你觉得看剧没有动力 你试试有朋友陪你一起看 剧情很合理 哇 男主角很帅 女主角很漂亮 剧情不合理 搞错啊 男主角是不是傻了啊 女主角不懂反击吗 穿得同龟于准 鹿豆瓶 有讯息简房 没有兴趣 那人家间简房 你有没有兴趣 所以就是 如果你得了这些 电子这些 就说明你需要多点出门 认识多一些新的朋友 譬如说 约上朋友 一起来看我的 三十而画 不过很可惜 可惜的同时又很开心 开心的同时又很感恩 我们7月15号的广州场 已经受兴了 下一场约上朋友一起来看 下一场呢 如果有下一场的话 我立刻通知大家 大家来光顾 就这样吧 然后 等你出去认识新朋友 认识到累了 有小小时就交这些了 那你不然可以开开心心 自己回家 打机煲起的绿豆瓶 我明天还有事要做 下次再玩 吃下注 差不多一 kali 一个两个月 差不多一度 het 过多两个月 我要穴 纯粹想掛大呼